到底是弃无人机 越界 还是弃这个传单上的内容呢 我们先来看北韩 现在已经宣布了通知战备状态的 八个炮兵旅做好 开火的充分准备 我们先来看这前几天 北韩已经宣布了前线部队 射击准备 那南韩呢也开枪反击了 他说如果危害了南韩人民 北韩政权在同一天会被终结 那克林姆林宫呢 现在也是保持着一个观察的状态 因为毕竟我刚刚有已经前情提要了 北韩跟朝鲜跟俄罗斯 今年6月才签了一个 这个战略合作的协定 好所以呢 这个等一下来讨论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 北韩这两天说 140多万青年报名参军 或者是副队回到部队 好那现在南北韩的部分呢 军事分界这个 现在区域 南韩那天很不高兴 也有开枪表达了 他们的不满 那中国现在赶快跳出来 毛宁先说 我们还是致力于半岛的和平 所以呢推动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的立场是没有变的 好那我想请教这个介大师 你怎么看38度线 其实在我刚开始在跑国际新闻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北韩在射飞 但38度线一度就很紧张 然后后来呢 文在寅上台之后 稍微缓和了 然后呢普丁不是还去做了一个 这个川普 还去38度线做了一个秀 跨越38度线 然后把金正恩演带到38线 38度线引南 当时候大家看到了好像 南北韩和平的曙光 但没想到才过了几年不到 居然闹到现在整个路都断了 好像北韩就是 我现在绝对打破了跟南韩 有统一那一天的所有的想象 对啊 你看射飞越 他现在跟这个 他从跟岸田文修两个抱在一起后 这个他把日本人都当作比北韩人还要是好的朋友 你知道这个南北韩他们还是统一民主了 共同被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 作为殖民地七十几年 结果他现在去跟这个日本一起合作 来对付他们的这个 这个38度线以北的这些同胞 你想南韩 你想朝鲜怎么看 朝鲜本来就看不起南韩 朝鲜就认为说 这些南韩人都是什么 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朝鲜再不争气 他境内没有一个外国军队 朝鲜还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南韩那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基本上就靠美国人 替美国帝国主义打 这个好打工 现在那个尹熙越更失去了民主主义立场 忘记了这个 这个日本殖民这个韩国的时候 对韩国所犯下的罪行 还跟这个日本帝国主义走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对付这个 他们自己的同胞 所以呢 金正恩 已经一年多前就宣布了 他说我们放弃统一 对 这个南朝鲜 他不是我们的亲人 你们就是跟我们不同派 南朝鲜就是敌国 对 你们这亲美的 你们这些本来就已经是美国走狗 现在又跟日本的这个 日本的这个韩国人的四丑 日本人又勾勾搭搭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正在不断的加温 而且好南朝鲜半岛的情势会越来越严重啊 越来越严重 南韩现在要面临一个问题 他离北韩太近了 所以呢 也得垫垫金两 虽然美国是你的后盾 但原水救不了近火 你真的要跟北韩闹得这么僵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来垫垫北韩的金两 有这么一个消息 为什么这个北韩那么弃 南韩的这个无人机 那当然那个传单看了 你怎么毁灭诋毁我金氏王朝啊 那再来还有一点呢 我们以军事角度来看 韩国的媒体南韩的朝鲜日报这么报导 他认为呢 金正恩气就气在 你等于是暴露了我的短板 然后他说北韩的雷达分不清 分不清什么部分呢 他讲到了北韩的雷达 没有办法区分战斗机跟战略轰炸机 这意味着北韩的雷达 仅仅就是非逆宗的 他都没有办法正式的识别 那的确在2017年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 B1B就在东海的公海 接近他这个核爆的这个试验场 130沟岭附近 那最后呢 北韩其实北韩都没发现 他是看了媒体报导才知道 他非常生气 然后呢在更早之前 2013又有类似的状况 也是一样美国逆宗的这个B2 出现在乌山基地的上空 那金正恩也是从后到后都不知道 也是看到了报导才知道 所以他也非常生气 所以大家就在猜 是不是因为北韩的雷达的确很老旧 还有一说北韩雷达呢 可能资源有限吧 又比较老旧了 他们好像不是全天后都开着 对所以就是 这是南韩的报导啦 那我是比较怀疑啊 对这个你知道 在全世界兵力排行里面 事实上北韩的军力排行是蛮前面的 它可以制造出这个什么呢 核弹 它可以制造出核弹 它可以制造一打一千五 一万五千公里的这个 这个洲际导弹 我认为它的科技水准 没有像南韩讲的这么不堪啊 而且现在又有俄罗斯 对 怕什么呢 对俄罗斯 炮弹坏雷达 不给你S400 S300也有吧 也堪用 S300会分辨不出来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 灭他人威风长自已自弃 这个没什么意义 那如果这么差的话 那你干脆你影席院就徽兵北上嘛 一统江山嘛 做你的大真正的 保规血给灭了 全朝鲜半岛的总统 你不是更过瘾吗 是但是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呢 北韩其实啊闹这么张 北韩在首尔附近而已 那就是一个威胁 对于南韩来说 就是睡不安宁 那的确呢 我们从武力的PK战 那为什么北韩今天有这个局势 他敢这样子 可以跟南韩 现在等于是 我也要求你 你的无人机不要飞过我上空 金正是这样讲 你如果再飞 我就视同你再跟我宣战 有这个底气是因为 他有核武 他的武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